第1个精选港股是中国中铁390 五简选原因是因应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慢 人口明显转向放宽银根据支撑经济 1月17日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 和公开市场借贷便利ML 和公开市场易回购操作向市场注资的息率 并且1月20日下调一年期和五年期的借贷市场报价利率 释出明显的货币政策宽松讯号 当行证据显示基建投资正准备肩负刺激经济重任 第一季投资额增长不可看小 支持基建股近期反弹 市场看法上国家法改委1月18日表示 适当超前开展基础建设的投资 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项目 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要求 尽快将去年四季度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落实到具体项目 找紧发行已经下达页度 力增在第一季形成更多实物的工作量 摩根士丹尼预料 专项债发行额会在第一季明显提升 有助基建股现金流进一步改善 说服市场至他们的股值的历史低位上跳预期 中国中铁和中铁建早前已公布2021年第四季 以及全年的营运数据 两间企业全年的新签合同金额都略超过指引 同时第四季新签合同金额较第三季明显增长 与去年第三季首提专项债发行提速时间的混合 汇丰提到两间企业都预料2022年合同额会进一步上扬 中铁得到特别看好 市政基建项目招标增加 而中铁建会接单更多 短期项目会接到更多的短期项目 务求今年有双位数字的增长 在充裕基建合同的积压下 摩根士丹利看好基建股 2022至2023年盈利表现得到保障 预料每年会录得10%至15%的顺利增长 如果这样去看 现价对应2022年预测市盈额 就是PE是3倍 2017年至今都是6倍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中国中铁就显得很吸引 因此上星期三 摩根士丹利针对两股发技术报告 预料股价未来60天 都应该会上升 他们就给予中国中铁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是$6 策略建议 周善图去看 已经突破2019年开始的中期下降轨 并且挑战2015年开始的长期下降轨 现在大概是$5.2 留意4.7 手蚊可以吸纳 上网是$5.5 失手$4.3 就要自舍 第二个精选港股 是香港电信623 从盈利角度去看的预测PE 以及中长线防守力的股息率 都显示香港电信现价的股值 交曆年平均值吸引 参考彭博综合献商的预测数据 香港电信2022年预测经调整 每股盈利是0.717元 如果股价今年持续进行股值复收 回升到折合 预测PE大约是19.1倍的水平 即股价会升至大约是$13.69 只是较献商的平均目标价高出大约0.5% 显示$13.62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照香港电信稍后公布的盈利表现 符合献商的预期 就可以有望向$13.6的水平买进 既然香港电信股值吸引 经有大约7厘的股息作为防守 读者不妨以今日的开市价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短期有机会跌到$10以下 占有可以加多两倍主码买入第二柱 等待股价尝试$13.6的水平 美股方面投资理财周刊的专栏作者梁耀康 今天和大家是跟进焦点美股微远的 计Netflix之后 微远在上星期发放了成绩表 收入和盈利都好过市场预期 云业务的增长强劲 继续是带领微远业绩的关键 展望方面 今季微远预期 智能云收入达到$187.5万美元至$190.9 以中位数计算 按年上升$24.9 生产与商务流程收入达到$156.5 至$158.5亿美元 以中位数计算是按年上升$1.6 更多个人电脑运算收入 介乎$141.5亿美元至$144.5亿美元 以中位数计算按年上升$9.7 以微远的规模来看 保持到双位数增长已经十分强劲 至于近日用$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 相信可以推动游戏业务的收入和用户增长 但由于微远的体型实在太大 对于整体影响只会十分温和 而且即使获批最快要下半年才完成 实际好处不会在短期内出现 再者收购到整合和整顿 动视暴雪的内务企业文化 都有不少挑战 微远现在的市盈率 即PE大约是32倍 由于有好增长 所以PE并没有因为股价上升而过高 股价表现相对硬正 只能够回稳 微远将会是一只能够吸纳的增长型股份 但由于美股目前面对股价下调 万一股价向下失授280美元 就要慎防有较大的调整压力